兩幅實施港人港地政策啟德發展區的住宅地合共1.6公頃 估計可以提供1,100多個住宅單位 政府會透過賣地章程將規定落實的單位 首次出售及其後30年轉售對象必須要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而且不可以以公司名義來購買 但不會設立其他身份限制 例如入息或是否首次置業 政府認為政策不是一刀前禁止非本地居民置業 強調市場有其他房屋供應不受新政策約束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陳永三報導